李显龙总理在白宫受到总统奥巴马 以及多位官员的热烈欢迎 两位领导人再次重申了 新美两国之间长久的 强而有力的多元伙伴关系 并希望未来能够在更多方面展开合作 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 他们也谈到了 核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性 他们也会遇到某个民主的决定 要来到某个门标准备关系 而成为这个交易 如果在最终的期待在座档 带来不来 我认为有些人会不会很受到 不只是情感 但真的被困 希望之后,当选择 结束了,会有更多关注 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将共同打击一国组织 我国也将在明年派出医疗支援队伍前往伊拉克 两国还就携手提升网络安全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奥巴马总统随后还在白宫设国宴款待李总理抗力 李总理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 第五位获得国宴招待的亚洲国家领袖 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东南亚国家领袖 另外李总理还和白宫交换了各自Instagram账户的管理权一天 并通过白宫账户贴文和一众网友打招呼 以纪念新美两国建交50周年